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登上国产光辉战机进行飞行表演 印度时报网站2月23日报道称 2016年里约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银台得主 2018年底羽毛球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单打冠军 目前世界羽连女子单打排名第6V的星度 在印度拥有超高人气 23日的飞行表演 让她在羽毛球之外的另一领域 在创纪录 成为光辉战机首位女性飞行员 燕梅称 新度身着绿色空军制服 像为官民主挥手 她被安排坐在光辉战机的后座 另居台湾ETO Day 网站2月25日报道称 新度在体验了40分钟的飞行之后表示 我很开心能够成为首位光辉战机女飞行员 这项荣誉是像个印度女性的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真正的英雄是这架战机 对于这次体验我感到非常荣幸 资料图 新度坐在光辉战机后座 延伸阅读苦中国 印度国产现在战机 挂当滑跃起飞爱美城 印度航舰发展区 在研制国产轻型战斗机海军版本上取得关键进展 两架洋机从西南部的国阿邦汉萨海军航空基地 印度海军艾基试验场起飞 成功完成两次短途飞行 据英国检视防武周刊网站 5月17日报道称 印度海军消息人士称 从3月27日至4月25日 两架分别携带两枚俄罗斯三小旗273空对空导弹的洋机 NP-1和NP-2在岸机 试验场模拟航空母舰甲板情景下 完成了挑胎测试 他们称 两架样机 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设计 安装比标准轻型战斗机更出壮的起落架 以便搭载更多士兵 在跑道上滑跑200米后起飞 这比2014年12月 NP-1上一次飞时 300米的滑跑距离缩短了100米 此次试验还成功测试了这种战斗机的热加油能力 这两架海军战斗机样机由通用电器公司 F404G-1N20将力数涡轮风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可产生8085KN动力 但是由于将在2021年至2022年入役 这种海军战斗机将配备通用电器公司更前进的G14148动机 可产生9096KN动力 以便于起降这款战机 还将装载3.5度燃料 以延长飞行距离和装备各种武器 印度国产现在战机要机 印度国产现在战机要机 2016-06-200-15.02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